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狼 我没事 现在名牌有了 总可以让我进去了吧 你个三脚猫的功夫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吗 我们少阳随便一个人就可以把你打得满地找呀 就算你进去了也是白费功夫 你以为就凭你就想拦住我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 别离我姐姐那么近 玄机 那你刚才说的随便什么人 包括这个丫头了 行 我都要看看 你们少阳派到底有多厉害 玄机 玄机 你放开我妹妹玄机 玄机怎么办 你放开我玄机 玄机 别松手 我不会铭剑 你松手我会掉下去的 你耍我呀 你刚才不还吹雪很厉害吗 少阳派就你这种草包还敢冒充高手 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才是高手 怕了吧 怕了你就哭啊 哭着说我是草包 我就放你下去 我生来就不会哭 你玩够了没 玩够就放我回去 我困了 好 还想跟我倔 我就让你玩玩更刺激的 怎么办 这掉下去肯定成肉饼了 爹爹又要说我丢人了 我 客人 主持人 你这个女人 到底要干嘛呀 你衣服脏了 我给你擦擦 别碰我 这位师兄 你是不是也来参加那个 赞话大会的呀 我是那个邵阳派的弟子 可是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就调到这儿来了 你能不能烧我一程 把我烧回去 回去之后 我给你洗这个狗血 不 不必了 你到底要干嘛呀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说话呀 无聊 你等一下 师兄 我是真的不知道 是怎么就调到这儿来了 然后我也不会飞 回不去了 那你就 走上去 不要 太累了 没见过你这样 懒得休闲之人 你把我妹妹扔哪儿去了 你说呀 谁扔还掉哪儿去了 她那么笨 连个剑都站不稳 我看你才笨呢 你把我妹妹弄丢了 你还这样说话 找到玄妻了吗 还没有 就只剩云谷 那片密林还没找了 那边山林地势复杂 是有妖物潜伏 我们人手不够 要再教却人 我这就去告诉爹爹 他一定不能有事的 玄机 你没事吧 是这位师兄 人好又厉害 他救的我 那就好 这是黎泽公的师兄吧 一看就一表人才 不像有些人 就会欺负人 多谢这位兄弟 我要进去 可以登记了吗 黎泽公 雨思凤 我倒挺好奇的 你们黎泽公的人一天到晚 戴着面具不敢摘下来 究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怎么着 还想跟我过过招啊 来啊 没兴趣 大家都还等着进 少阳派 原来是个小街吧 救了一个小傻瓜 真是有趣啊 我听说 你们黎泽公的人 都没怎么见过女人 刚才一路抱着 这个小傻瓜回来 什么感觉啊 乌头 我看你又找茬是不是 你看我撕了你的嘴 你干嘛 你放开我 怎么回事 都在这里吵什么 姑姑 师父 弟子不慎丢失名牌 在这儿等着进少阳的时候 跟几位小师妹开了个小玩笑 恐怕是惹得他们不高兴了 什么开玩笑 有你那么开玩笑的吗 武童 武童 年轻人开玩笑 怎么没轻没重的 还不向处长们的两位千金道歉 是 师父教训的是 武童 给两位师妹 赔不是了 谁要你赔不是 大家都是五大派的弟子 本该同气连之 往后 还望彼此能够守望相助才好 处长了教训的急事 还不随我回去 是 姑姑 怎么能这样算了呢 你没看他刚才是怎么欺负妹妹的 多亏了那个黎泽公的语思凤 他 走了 玄机玄机 你知不知道那个语思凤 是黎泽公最有前途的弟子了 不过他们的宫归是 让他们每天都要戴着面具 就是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 但是我打赌 他肯定长得很好看 好看 我敢打赌他肯定长得很丑 要不然干嘛整天戴个面具 我看你是极度吧 这么巧啊 怎么了 你看这个语思凤是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真的呀 扫上去 不要 太累了